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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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我们就拖一阵子就有点惰性就算了不要去看牙齿了 可是呢我们知道牙齿其实上每一颗都有它的功能 跟它的这个所需要的任务在 不是说我们牙齿那么多颗缺一颗是没有关系喔 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那它牙齿一拔掉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先发现就是它已经产生一个窟窿 产生一个洞 拔牙的一个伤口一个洞 我们可以看到就产生一个洞 那事实上牙齿拔掉呢缺了这个洞 不是只有这个洞本身的问题喔 它旁边的问题就慢慢慢慢开始会发生的 因为我们有牙齦嘛 对不对如果说你现在去想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牙齿掉了 可是你的牙齿上面其实少一个洞的话 是不是你感觉细菌啦污垢啊都很容易跑进去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来讲呢 我们看喔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牙齿拔掉之后 第一个这个牙齿的隔壁的牙齿 都会开始往旁边倒过来 隔壁的牙齿后面的牙齿往前倒 前面的牙齿往后倒 上面的牙齿还会往下拉 也会啊上面也会掉下来 因为大家想来填补这个空隙嘛 事实上我们牙齿啊在每一个位置上 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它不是说像螺丝锁在那边就不动的 是 当牙齿卡在这个位置 是它前面后面上面下面全部都卡准了 它才是这个位置 当一颗牙齿被拔掉的时候 就破坏了这个平衡 是 所以破坏这个平衡的时候 旁边牙齿就开始一直倾斜开始倒 那开始倒会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后面的牙齿开始倒的时候 它从旁边这个缝就会越来越大 是 越来越大容易塞食物 第一个开始容易蛀牙 OK 这是后面这两颗的缝容易煮牙 是 第二个呢 它往前面倒的时候 它跟前面这个牙齿 这个牙齿交接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缝啊 这个缝会越来越容易塞东西 对 因为你一个洞在那边 对 久了之后呢 这边又容易有牙周病 牙齿会发炎 对 了解 可是这个时间会慢慢慢慢的进行 它不会拔完牙齿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发生 那通常如果说牙齿要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是大概多久的时间 你缺牙没补会有这种信息 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么长 难怪有些人不在意 对 忽略了 对 OK 那假设我们现在是缺右边的牙齿的时候 是 我们害怕的就不去看牙 也不去补牙齿 就放着不管它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第三年第五年的时候 发现这边已经开始倾斜了 吃东西已经开始容易晒东西 然后呢自然而然 我们又不用这边咬 用另外一边来咬 对 OK 那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情 另外一边的牙齿磨损变好严重 对磨损变好 法郎子都会被磨损掉 因为你只单用一边在咬东西 对 单边的这个负担就变大了 是 对 那单边负担的变大呢 只是看到牙齿的问题 我们看到脸部外观也会变化 你就会有那个不一样的这个高低脸 对 或者大小脸 这边说常用的那一边会比较大 对 然后这边又比较小 OK 对 然后呢我们刚刚又提到 这边呢牙齿会开始倾斜开始倒 所以你的脸呢 这边就会开始塌下去 这边脸是支撑住的 一边是塌下去的 所以你的咬合还会甚至会偏一边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长辈 如果他们缺了牙的时候 如果是单边缺牙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有一边的脸会特别的凹 凹陷 那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再用这一边再咬合了 对 那可是西医师我想要再请教一下 如果说我的缺牙是在我们很后面 因为我们会想说我下面的牙齿很后面那个地方 好像缺牙人家也看不见 然后如果说好我只是缺一边我就用另外一边 那我这样子在很后面的缺牙也会有这样子同样的影响吗 OK 其实我们后面的缺牙我们要讲哪一颗牙 那最后面最后面是一颗叫智齿 对智齿 那如果说是智齿拔掉的话 基本上以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脸型跟这个牙工 智齿拔掉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了解 对OK 那智齿拔掉甚至有时候是不需要直牙 不需要做假牙 是不需要去做重建的 OK 这是还不错 对不对 拔完就不用再去看牙了 但是智齿前面那一颗 我们叫第二大九尺 是 再前面一颗叫第一大九尺 是 我们咀嚼食物把食物咬碎 就是靠第一跟第二大九尺 这两颗大颗的来咀嚼食物 所以这两颗第一或第二如果说两颗呢 其中有一颗坏掉 它的重要性就会 你咀嚼的功能就会少了一半 哦 因为大颗的只有两颗 你少了一颗 就剩一半了 了解 对 所以呢不管是第一或第二大九尺 它在后面虽然看不到 可是它咀嚼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牙齿 了解 如果说它缺了 我们建议呢还是要把它补回来 因为第一个它大颗 它是支撑你脸部外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牙齿 第二个它还是大颗 所以它在咀嚼的时候 它占很重要的一个磨碎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叫舊齿 就跟我们的杵跟舊一样 是要来磨碎食物的 对 所以你会常常听到有一些长辈老人家说 他牙口不好 所以他胃肠也不好 是 其实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磨碎你的食物 所以你就会有一种状态是半吞食的 对 所以你吞进来 其实你的胃就要去多余的负担了嘛 对 所以有些人牙口不好 就胃肠也不好 是有连带一点关系的 对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补牙 可是传统的补牙 我们都知道 好像什么要拔一只补三只 对 这个听起来其实是真的有点恐怖的 是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谢医师 就传统的补牙 就所谓的牙罐跟牙桥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牙桥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是 这个中间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不见了 嗯 就是这个牙齿被拔掉了 那以前啊 没有直牙 嗯 你中间缺了这一颗 你牙齿怎么办 对 没有办法做一个牙齿 悬空浮在那边嘛 对 不可能的 所以呢以前就是 以前的牙医师前辈们 他就想到说 啊 我们把隔壁的牙齿抹小壳 然后做呢 三颗像桥一样的 连在一起 然后套上去 哦 这叫牙桥 那这两个是桥墩 哦 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嘛 对 因为其实中间就可以补回来了 是 而且你两边有个桥墩 对 好像比较稳固一点 对 但是问题来了耶 对 因为我们啊 每次如果说 因为要缺一颗补三颗的话 对 那你就要想到 你旁边两颗 其实是健康的牙齿 对 可能是没有问题的牙齿 对 可是没有问题的牙齿 你却要抹到 像我们照片里面 看到这么小 对 这样子是对的吗 这样子的是一个很 其实对牙齿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嗯 因为这个 你看牙齿 它的法郎子 对 对 甚至象牙齿也被抹掉了 然后缺牙 像这个在门牙的地方 牙齿小小颗的 那我们这样磨一磨 哇 可能磨到神经了 还要抽神经 所以一颗牙齿 整个是好的 被磨了又抽神经 它真的好无辜喔 真的 对 所以呢 这样子套上去之后 虽然可以完成 可是它必须牺牲掉 两个好的牙齿 是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个 现在慢慢慢慢的 大家都开始倾向做直牙 嗯 为什么做直牙 因为直牙的话 隔壁这两颗牙齿 不用去动 不用去磨 像这样缺牙的时候 这两颗都不去动 是 那我们缺了这一颗呢 我们只要在里面 装一个人工的牙根 然后把牙齿装在上面 那这两颗 它们还是可以 好好健康的使用 所以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个 直牙的动作的话 对 基本上我们都不用 动到两旁好的牙齿 是 我们只要针对治疗中间那一个 坏掉的牙齿就好了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以直牙来说 跟传统的这些牙罐 或者是牙桥的方式来说 对 以就是牙口的健康的话 那谢医师 你会比较推崇哪一种方式 基本上我觉得说 如果是它本身的年纪 跟健康上条件都允许的话 以这样子的缺牙来讲 我觉得首选绝对是直牙 对 绝对是直牙 对 因为其实我刚刚提到 除了说这个隔壁这两颗 会被牺牲掉之外 这个牙桥 它本身还是有寿命的 你使用久了 你可以看到它是连在一起的 是 它底下这边是没有办法 去做清洁的 或是说必须要有很麻烦的方式 用一些牙线穿引器 或是用这个牙尖刷 去清洁这个底下 但是我们相信 能够这样乖乖清的人 毕竟还是占少数 对 所以这样时间久了 这个旁边的地方 还是会蛀牙 结果一段时间用久了之后 这两颗已经够无辜了 结果换它们两颗又蛀了 了解 蛀了之后细菌又跑进去 所以有的人说 它牙齿怎么会长牙包 旁边会蛀一个包 有膿啊等等的 因为这两颗牙齿又蛀掉了 蛀掉结果一字拆下来说 这两颗又坏了 现在变少了三颗了 了解 接下来怎么办 在做牙桥 1 2 3 4 5 都变5颗牙桥了 成本越来越大 对越来越大了 那我们有几颗牙齿 上个才4颗 你做两组牙桥 三组牙桥 很快 就已经做满了 很满了 很快几乎全口就没有牙齿了 所以呢 为什么在 老一辈的 大概现在是六七十岁的那一代 有一些 这个阿公阿嬷 为什么很多都没有牙齿 是要带全口的夹牙 因为以前做的牙桥 是他们那时候最主要做夹牙的一个方法 是 那是他们这样子牙桥 像我刚提到这样的循环 三颗 五颗 六颗 一下就 所剩没几颗 就变成一个活动夹牙 那大家知道活动夹牙是不是很好带的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夹牙 没错 对 所以也真的透过刚刚谢医师让我们了解 就是说如果你做的是牙罐或者牙桥这样子的夹牙 其实呢清洁的功夫要非常的周到的 不然也有很可能就会蛀牙了 但是如果直牙好不好 那直牙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每周五颗的方法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今天我们来关心一下 我们牙口的健康问题 我要继续请教一下谢医师 什么是直牙 而且呢 直牙到底会不会痛啊 OK 我想第一个先回答 主持人的问题 说直牙会不会痛 我想这个是 大家想不想做直牙 去考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没有错 对 那其实直牙会不会痛 我们大概提一下 直牙这个东西 是怎么样来做治疗 OK 我们把这个牙齿啊 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到 左半边是我们天然的牙齿 上面是牙齿大家看到 那底下是天然的牙根 那事实上直牙呢 只是用一个人工的牙根 来取代这个天然的牙根 那甲牙坐在这个人工牙根上面 是 所以它直牙的一个过程呢 只是说我们把人工的牙根 放在我们牙床的上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牙龈这个地方嘛 把它植入进去 然后替代我们就是 真正的牙根 牙根 那植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个以钛金属来做的一个人工牙根 长的样子有点像螺丝 对 因为每次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我都会以为说 就直接在我们的牙齿里面的牙印上 打了一个这个螺丝锁在上面 是 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我们牙印只有外面看到 粉红色的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是牙印的部分 是 我们把牙印翻开呢 事实上里面是我们的骨头 脂巢骨 因为骨头够硬 才有办法去支撑我们的牙齿 支撑牙齿才有办法让你咬东西 对 所以当我们牙齿拔掉的时候 通常啊 这骨头状况允许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这个人工牙根放进去 了解 对 这样的一个支牙是最舒服的 也就是说现在常常 大家可以听到叫急拔急重 就是说你这牙齿可能不行了 我们把牙齿拿掉 那牙齿拿掉不是就一个洞吗 对 我们直接把人工牙根就那个洞 直接把它放进去 就不用什么再开刀 就不用在什么伤口好了 过三个月 然后再把它切开 然后再钻洞 再来做支牙 对 OK 这是第一种叫急拔急重的支牙 它为什么比较不痛 因为你拔牙本来就会有点不舒服 对 那你拔牙那一次本来的那个痛 你就直接支牙放进去 你就痛一次而已 所以它可以跟拔牙同时做 同时进行 在你拔牙的那一次 拔牙那一次牙齿拿掉 就有一个洞对不对 那个洞就直接把人工牙根放进去 然后牙根放进去 你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候 就跟着这个人工牙根一起愈合 那你三个月之后 你只要一抹做夹牙就好了 你多余的痛都没有 因为你拔牙本来就会痛那一次 你也不会因为直牙而多痛了一次 是是 对 这个是最顺最幸运的一个直牙的一个手术 那如果说我要是一个这种最顺利的一个直牙的方式 我的条件是什么 本身我牙齿的条件需要具备什么 OK 能够接受直拔急重的这个牙齿的这个位置 第一个他牙根的感染不能太严重 牙根的感染不能太严重 就是说他可能不会有流膿或是等等的问题 可能是蛀牙或是牙齿裂掉 那裂掉的时候马上就去看医生了 所以他也没有太严重的感染 那意思是说你这个可能马上坏掉 我们可以马上处理 这样子在越短的时间内来把这个有问题的牙齿处理掉的话 越能够接受这样急把急重的一个直牙的一个手术 那当然有的部分呢是不是说它是牙周病 牙齿要拔掉的 那我们知道牙周病它旁边的骨质会流失很多 那骨质流失很多的话 那再加上它旁边的牙周病本身就有很多的感染 很多细菌 这样的牙齿就比较难接受急把急重的一个直牙的手术 OK 那这样的牙齿不能接受急把急重的手术 那怎么办 还是得拔掉吗 是啊 那我们就变成说要第二个Plan B OKPlan B就是说你可能拔掉了 我们就让这个有感染的啊 有这个牙周的这个细菌的部分呢 我们医师帮你把牙齿拿掉之后 好好把里面把它清干净 让这个伤口呢慢慢慢慢的愈合 是 愈合好了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哦又这么长 需要三个月时间 事实上它上面的肉愈合大概只要 一两个礼拜肉都可以好的差不多了 就不太痛可以吃东西 然后呢骨头呢 大概三个月时间骨头才会长好 那三个月之后呢医师再把这个牙齦稍微画个小小的洞 然后呢在骨头上面钻个小小的这个螺丝孔 然后再把这个人工的牙根锁进去 我讲到现在这个步骤也都不太会通 真的吗 都不太会通 可是我们为什么每次听到的直牙 感觉它就是要经过一个开刀的手续 而且那个开刀听起来都非常的熟悶 可怕对不对 对对对 OK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三个月之后把牙齦轻轻化开 牙齦的厚度只有1到2mm 1到2mm 事实上是薄薄的 其实有点像小真美容一样 其实真的很薄 很薄 0.1 0.2 你想一想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 对对皮而已 然后呢翻开里面是骨头 事实上我们骨头痛的神经并不多 并不多 所以钻个洞呢植一提放进去 再缝起来 回去的时候还是生龙活虎 还是不会痛 那我们刚刚听到说第三个会痛的 叫Planci Planci 就是说呢 它回去之后三个月之后 长好了 可是它骨头都萎缩掉了 没有骨头了 没有骨头了意思要锁这个人工牙根 没有地方可以锁了 对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对不对 那我们就想像盖房子 你地基没有了 对 怎么办 补墙嘛 补墙就灌水泥嘛 是 灌浆嘛 OK 盖房子可以灌浆 我们的植牙的牙床也可以灌浆 我们可以放人工骨粉进去 那怎么放进去 人工骨粉呢 它是一种生化的一种材料 是 它是从骨头去萃取一些矿物质类的东西 萃取出来 它是粉状的 那粉状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骨头缺损的地方 放在骨头缺损的地方 假设我们这样植牙这样植进去对不对 旁边都是骨头 是 这样的一个植牙是最简单的 我刚刚提到的 Plain A或Plain B两个 它就钻着洞进去 缝起来夹 皱上去 这个不会痛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牙龈这么薄对不对 这么薄 其实都不会痛 那如果说底下的这个骨头才是重点 如果说它发炎的话 牙齿拔掉 底下这个骨头没有了 我们这植体就没有地方可以种 是 会动摇 只要很容易失败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要先打地基 要灌浆 所以所谓的灌骨粉进去 其实就是灌在这个部位 对 灌在这个地方 让它有足够的这个宽度跟高度 可以去承受我们的人工压根 那做这个步骤的话 就会痛吗 那它的痛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OK 它的补骨头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知道是把肉翻开来 然后骨头塞进去 对 塞进去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塞进去之后 这个肉就缝不太起来 因为里面被塞满东西了 塞满了骨粉了 那不要塞那么多啊 我们就是要让它多啊 越多越好啊 就是 比较稳固一点 对对对 跟塞那么多你就 皮就缝不起来 对 那不好缝呢 医师就会让皮松一点嘛 松一点可能会里面 稍微让它 画一刀让它松一点 那松一点再缝起来之后 这个张力就会比较紧 回去的时候呢 补骨头回去就会比较痛 了解 所以植牙本身并不痛 是因为在处理这个骨头的部分呢 才会痛 所以如果有补骨粉啊 或是说很大的这个骨头缺损的时候 植牙才会听到说 啊什么亲戚朋友啦 植牙怎么肿起来啦 看起来不像家暴啊 事实上是因为补骨的关系 而不是因为植牙本身的关系 好 那些是我们因为补了这个骨粉啦 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骨粉对我们身体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是伤害呢 OK 其实大家最担心东西放到我身体里面 会不会以后会怎么样 OK 这个骨粉的这个材料 事实上它的成分 跟我们自己的骨头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接近 有些甚至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成分 只是它在制作过程 把它这个有机的部分 一些蛋白质部分去除掉 剩下矿物质的部分 那它骨粉事实上它只是 一个撑起来的一个空间 有点像盖房子的一个钢筋 你把钢筋架进去 那水泥的部分 让身体的骨头细胞自己长进去 哦我们会有一些再生的能力吗 对 就是去填满它其他的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们补进去的事实上 不是利用我们补进去的骨粉 补进去骨粉只是让 去刺激我们身体产生新的骨头 所以最后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骨头 那这些骨粉会慢慢慢慢 所以身体就代谢掉了 对 而且这些骨粉的成分 事实上都是经过美国FDA等等 都是一些国外欧美 他们已经认证过的 可使用在人体上的一些骨粉的材料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就可以不用那么的担心 嗯哼 好 那我们了解人工植牙的一些部分 我们要再继续请教谢一师 就是说人工植牙的优点是什么 因为听起来好像 真的如果我们缺一颗牙 用人工植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但是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OK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先谈到它的优点的话 就先谈到牙桥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个牙桥要伤害到隔壁的牙齿 对 那植牙呢 它就不需要伤害到隔壁的牙齿 你缺了一颗牙齿 我们就补一颗嘛 就算就算 很不幸运它坏掉了 再补一颗就好了 你不会去影响到 其他其他隔壁的一个无辜的好的牙齿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它咀嚼的力量 会跟自然的牙齿会比较接近 哦 这是真的补假牙人最大的痛 是 因为呢 这个带假牙呢 你第一个感觉 当然就觉得有一个异物感 不舒服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在咬东西的时候 咀嚼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没力没力的 对 这是很多补牙的人的一个最深切的痛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刚刚提到牙桥 对不对 牙桥它是两个牙 那个桥墩 去支撑三个牙齿的力量 对 所以呢 它本来是三个牙齿支撑嘛 现在变成两个牙齿支撑 所以它的支撑力量就少了一颗了 所以它两个牙 两个桥墩支撑三个牙齿的力量 它力量是不是就比较 比较弱了 对 那支牙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它自己面对自己的那一个部分就好了 承担自己的力量 所以你咀嚼起来呢 会跟自然的牙齿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 对 而且它有个优点 它不会蛀牙 支牙就不会蛀牙了吗 支牙就不会蛀牙 那所以说 好 那如果我这样大胆假设好了 那如果说 好 鲜医师我满口都支牙 那不会蛀牙 我就不要刷牙啦 是这样子吗 对 但是支牙 它有可能会有牙周病 因为这个其实支牙呢 我们大概看到 它从牙根到牙罐的部分 通通都是 上面是陶瓷 底下是钛金属 都是非常强壮的一个材料 所以呢 它是基本上都 肌部都不会坏掉的 但是我们的身体有可能会坏掉啊 我们的牙龈啊 我们的骨头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保养好 如果说塞尺素在这边 牙齿不坏 可是你可能牙龈会发炎啊 牙龈发炎有可能 骨头可能会萎缩啊等等的 所以支牙的照顾方式呢 还是必须依照正常健康的牙齿 必须要刷牙 必须用牙线 必须要该用的清洁方式 都必须要来清洁 OK 所以也不能这么大意 想说我已经止牙了 而且我已经做了 全口的止牙了 我好像不会注牙 我就忽略了这个 卫生啊 清洁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你要小心哦 如果你忽略了 可能亚洲病会找上你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既然我们说呢 人工止牙 有它的这些优点呢 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 何谓人工止牙 它分为三个部分 我们来请教一下谢医师 OK 我们刚刚提到 止牙有这么多的优点 那我们要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 这个止牙 它到底整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来做治疗的 OK 第一个呢 一开始医师会帮你拍 这个S光片的部分 他看到说 你这边缺的牙齿在这边 那你剩的骨头有多少 那我们止牙的深度要多深 那止牙的直径要多大支的 因为每一颗牙齿 它的大小不同 那我们用的直体的 这个尺寸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医师 这个术前必须要诊断的 所以如果我们做的是 人工止牙的话 换言之 它其实是每一 为每一只牙齿量身定做 是 因为刚刚谢师有提到嘛 我们每个牙齿的可能 深度不一样啊 宽度不一样啊 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人工止牙 即便我是做全口的 对 我还是是一根一根量身定做的嘛 对 哦 了解 止牙都是 每一个病人 每一颗牙齿 每一颗都是量身做出来的 对 所以是一个很独特的 一个治疗的方式 OK 那医师呢 帮你诊断完之后 医师已经决定好 怎么帮你止牙 要止多深 需不需要补骨粉 术前都整动完之后呢 我们再进到 这个真的要手术的部分 OK 这个图啊 是我们把你的 我们这个下额 把它做一个剖面图 是 就是断面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这个外面 这个是粉红色 是我们牙龈 大家看 其实很薄的 很薄 其实这个只有 1到2mm左右的厚度 那医师呢 会把它打开 然后看到里面这个 白色的骨头部分呢 医师会钻一个洞 然后呢 再把这个螺丝呢 锁进去 然后再缝起来 一个很有经验的 医师的植牙医师呢 我刚刚提的这个部分 大概10到15分钟 就可以结束了 这么快啊 对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诊一次 是一次 大概可以做几颗这样子 其实我们提到 如果说像这么漂亮的 一个骨头 一个条件的话 我们的经验 如果说十来颗 我们可能在 两三个小时之内 做它条件 这么漂亮的话 其实很快 就可以把它做结束 病人术后的疼痛感 也非常非常的不高 哦 了解 因为我们听到 都是一些比较可怕的经验 是 是 老实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回到最开始 大家怕看牙 对 怕看牙 所以这个 这个牙床可能已经放很久了 可能已经萎缩了 那可能需要补骨粉 那加上我们东方人 事实上我们东方人 这个牙床的宽度 不像西方人 那么的宽 那么的 那么的 丰满 所以 补骨头的机会 事实上相当相当高 能够这么漂亮 这么easy的case 事实上不多 这样的体质的人 事实上不多 哦 了解 所以在你临床上面 其实 这种病人 其实也是少数 对 通常大概只占到 三分之一左右 对 大概六成的病人 通常需要补骨头 那当然 有些病人是很 对口腔很在意的 非常在意 口腔健康的 所以他有些病人 有点点问题 就马上来检查 就可以 做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 激霸激重的 这个质牙的一个手术 所以他也是可以 一个比较舒服的 一个手术的方式 对啦 我们说呢 提早发现 提早治疗 所以我们不要老是 去怪牙医师 就说 为什么牙医师 看牙齿都很痛 那其实是因为 实在我们怕痛 所以我们就一直拖拖拖 拖到问题 比较严重了之后 再去看 当然都一定会 比较痛一点 对 OK 好 这是植入了牙根 的部分 植入牙根之后呢 这个牙根锁在 我们的骨头里面 锁进去之后 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我们要等 三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要等三个月 不是等它慢慢长出来 不会吧 因为它是假的 不会像真的牙齿 会慢慢长出来 但是有些民众 真的以为 它种进去 慢慢会长出来 所以有些人以为说 植牙就是种进去之后 就等它成长 发芽 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假的 它不太可能长不像 我们真的牙齿这样子 OK OK 那我们等三个月 等什么东西呢 等我们的这个骨头的细胞 我们自己身体的细胞 会贴附到这个肢体上面去 等它长好 会长好 它真的会跟它长在一起 这个太金属 我们身体不会排斥 绝对不会排斥 它会跟它长在一起 认为是自己的东西 是好朋友 就包覆它 对 包覆它 那当包覆好的时候 我们要转这个螺丝 转不动了 就稳固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来 我们医师再把这个头接出来 穿过牙肉接出来 那这个时候又要画一刀 去接这个头吗 这个几乎不太痛 几乎没什么感觉 对 那这些过程都会打麻药吗 都会打麻药 好 了解 对 OK 把它接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 做外面甲的部分 因为要接个金属的头在这边 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医师会帮你印模 然后量身帮你看 你这牙齿的宽度 高度 跟隔壁科牙齿的颜色 那整个很接近 看不出来像甲牙这样 然后再把牙齿装在 我们接出来那个头上面 那这个牙齿呢 装上去的这个甲牙 是也是用锁的锁上去的吗 不同的厂牌有不同的设计 对 那现在设计是可以用直接套上去 那这样子不会摇动吗 套上去它怎么黏在一起 跟这个我们说那个金属的那个头 那个头对不对 对 有些部分我们会用金纬的黏着剂 沾一点点就可以黏上去了 就不会掉下来了 这么牢固 这么牢固 而且我们摇东西是从上面摇下来的 越摇越牢 对 就是它的附着力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当然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更新式的摩擦力甲牙 直接套上去连黏都不用黏的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 Enamoto Sensei 他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更 更进阶的一个枝牙的方式 那怎么套上去 然后根本不用黏 这样子真的会牢固 真的会牢固 那它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把头接上去之后 是 接上去之后 把这个头的这个形状修得差不多 一抹之后 假牙它可以光靠摩擦力 就可以超过这个 你比黏着剂还黏的这个强 这个力道 就可以套上去 就卡在上面了 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譬如说五年十年后 回来定期检查的时候 医师还可以把假牙拿下来 检查一下 没问题 清一清洗一洗再装回去 所以这个是如果说我们这样黏上去 要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拔下来的 还是可以拔下来的 那平常我们自己拿不下来就对了 对 只有医师可以帮你拆下来 哎呀好特别的 因为呢 因为你的假牙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假的 都是医师做的 所以每个零件都是我们套上去的 那我们装的上去 当然就是要能够拆的下来 了解 对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在做模型一样 一块一块拼接上去的 好那我们说呢 做人工植牙呢 我们现在听下来 好像优点真的是不少 但是要请教一下谢医师 哪些人需要做全口的人工植牙 是哪样的人比较适合 OK我们提到 全口需要人工植牙 当然就是他全口都没有牙齿 对 通常是全口缺牙的人 需要做这个人工的植牙 那全口缺牙通常我们可以知道的 大部分都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长大 那还有少部分是中年的这个病人 因为他们可能以前抽烟啊 或者说疏忽掉一些亚洲病的治疗啊 最重要的通常是害怕看牙 通常是这样害怕看牙 所以一直延误到 牙齿可能亚洲病很严重 必须对拔掉蛮多颗的 所以这样的病人通常才需要做这个 全口的一个人工植牙 那大部分临床上居多的一个案例 大部分都是这种 其实就局部啊 几颗啦 三颗五颗这样的 植牙的病患是比较多数的 但是通常不同的年龄层 缺牙的这个状况不一样 因为年轻人缺牙的通常一定少嘛 因为牙齿才都是新生的 才用五年十年而已 那年纪比较大的 通常就会需要比较多的这个植牙 对 好 但是我们说人工植牙 是不是这么适合每一个人呢 有哪一些人是不适合做人工植牙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继续请教一下谢医师 我们说人工植牙的优点这么的多 但是一定还是有不适合的人做 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人工植牙 OK 基本上我们刚刚知道 植牙优点这么多 大家想说那我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植牙 那其实有几类的这个民众或是病人 不适合这个人工植牙 第一个我们植牙是植在骨头上面 对 所以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病人 他本身或是有在吃这个骨质疏松药的 类似啊 有一些叫浮膳民啊 之类的这个骨质疏松 要打进去的那种 对对 因为它会影响到骨细胞的一个生长 这样子我们去做这个植牙的话 事实上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所以骨质疏松的病人 必须要让医师审慎的评估 包括骨科的医师 亚科医师评估 可以的话才去来做这个植牙 那如果说再请教一下些事 如果有骨质疏松的病人 他不适合做人工植牙 那他可以的方式是什么 做假牙吗 还是 不适合植牙的话 我们就回到 回到网绘传统的方式 可能是用牙桥 或是用活动的假牙的方式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做假牙的 对 只是不适合做人工植牙 这样子的部分 OK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病 叫糖尿病 对 糖尿病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 我们刚刚提到 它这个我们会有伤口 会有拔牙 这个过程 如果说它血糖控制不好 它伤口会有愈合的问题的话 这样的病人也是不太适合做这个人工植牙 对 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不会说 不要担心说 是有糖尿病就都不能植牙 如果说它血糖是在控制一个很好的范围之内的话 事实上它是跟正常人一样 也是可以接受植牙的 对 只是可能在植牙的那一段时间 他要特别的去注意他自己血糖的一些变化 对 对 那另外第三个是这个有高血压的一个病人 也不适合做吗 为什么 高血压的病人呢 他在手术过程如果说他要容易紧张 那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麻药等等的 可能会让他血压升高的一个风险 可能这样的病人也不 比较需要特别注意去照顾说 让他的血压能够控制在 OK健康的这个状况范围里面 就比较可以接受这个植牙 对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 就是说从这个 这个骨质出收 是最需要注意的 然后另外就是糖尿病跟这个高血压 对 那糖尿病跟高血压其实控制好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 只是说要特别的注意 他的这个变化这样子 那如果牙周病呢 牙周病的人可以做人工质压吗 牙周病的人 他必须先把他的牙周病先照顾好 先治疗好 那牙周病的病人 事实上通常这一群 是最需要做人工质压的 因为他的牙齿 因为牙周病的关系 可能会拔掉蛮多的 对 但是牙周病的病人 就是说他牙周病只要治疗得好 事实上他是可以跟正常的 所以这个状况是一样的 是可以接受治疗 那是不是如果说 今天是一个牙周病的病人 他就一定要做到补那个骨粉 如果说看他牙周破坏的状况 如果他骨头破坏的多 他可能胜到的少 那可能就需要补骨头的机会 会比一般没有牙周病的人 会高得蛮多的 了解 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个植牙 他的整个设计 如果说我们一个很好的植牙完成之后 我们的照顾方式跟天然的牙齿 这样认真的照顾的话 他使用的年限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非常久的 二三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大概 但是如果说不好好照顾 又有可能 很短的时间就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其实植牙之后 事后的照顾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对不对 不要真的老以为说 我今天植牙了 一劳永逸了 所以我就可以任性的 去使用我的牙齿 然后我也不爱刷牙 这样子其实你真的 你会缩短他的使用期限 还有最后呢 我想要再请教一下谢医师 如果说我们还是很害怕 听了下来之后 其实还要再打麻醉 在手术的过程 好像我们都很清楚的话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让我们在植牙的过程里面 是更无痛感的 OK 其实现在的 大家民众这个医疗的进步 真的是民众的福气 过去以往 就算病人这个 自己想要去植牙 可是他自己还是很害怕 这个钻的过程 打麻药的过程 因为我们都听得见 对都听得见 也是非常清楚 然后医师说 讲话钻头都听得到 对对对 那现在有比较好的这个方式 我们叫做这个书棉的一个植牙 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用电脑来控制的 一个静脉的一个镇静的方式 它可以让你在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况下来 接受这个植牙的治疗 或是甚至是牙科的治疗 因为事实上主持人一开始提到 75%以上的人都很怕 这个看牙的一个经验 对 那这样的一个镇静的一个方式呢 事实上是可以让病人呢 在治疗的过程中 完全感受不到这个压力的这个感觉 它是呈现一个很放松的 一个治疗的过程 那是睡着吗 它有点像是 微醺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做书棉的这个过程 其实病人都很好笑 他们都起来说 泻尸好舒服 我想再继续睡 我说 所以是睡着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跟病人聊天 他还是可以跟我们聊 你睡着了还可以聊天 一种微醺的一种状况 就是浅浅的这样感觉 就是有像一点浅睡的这样 或者是说像你喝了一点酒 然后有点晕晕熏熏的这样 可是你是没有痛感的 但是有知觉的 就是你还是听得见 还是听得见 还是可以聊天 可是当你醒来的时候 问你的时候你都不记得 真的啊 对 那这会有危险性吗 它是一种镇静的方式 跟我们在开淘房使用的 这个麻醉不太一样 了解 而且我们身体 对这个药物的代谢时间 非常的快 我们在这个麻醉的机器 关掉五到十分钟 病人就可以跟我们现在这么 这样意识清醒 的一个聊天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在这个镇静方面来讲 非常安全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这真的是一个福音 书眠植牙的用途呢 就是说它适合用在 哪一些状况上面 OK 其实只要对这个牙科呢 治疗有恐惧的病人 其实都可以接受 这个书眠的治疗 比如说我今天去做根管治疗 或者我只是简单的 拔一个牙齿 我都可以做书眠吗 其实我们除了 其实用在植牙方面 是比较普遍啦 因为植牙的这个感觉 像是手术 民众比较害怕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有蛮大的病人 针对连洗牙 补牙 他连钻的这个声音 他都害怕 或拔牙 所以事实上 书眠这样的一个技术 不是只有用在植牙 我们临床上有时候 会把病人这个 累积的一个治疗 通常都是很害怕的病人 累积很久 只要有书眠这样的技术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治疗 累积在那一次书眠 一次把它完成 那对病人来讲 他只是睡一觉起来 他的补牙也补好了 洗牙也洗好了 那这个该拔的也拔好了 他都没有这样子 有这种恐惧的这个感觉 所以事实上这个是 真的是最近来讲 对民众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福音 而且呢 我个人觉得说 它好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这种很害怕痛的 这个病人去看牙医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牙医 在做诊治的过程 治疗的过程的时候 也是一种干扰 因为我们常常会 哦 轻一点 会不痛 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就一直退缩 或者干扰了这个医师 在做这个看诊的 这一些过程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 做一个简单的这样子 像刚刚谢医师提供 给我们的一个 梳眠的治疗的话 那其实医生做起来 也顺手多了 那其实时间又缩短 然后做完之后 病人又没有痛感 那其实这是一个 很棒的选择 那以前过去 没有梳眠的方式 我们可能是用笑气 笑气来做这个麻醉的部分 什么是笑气不好意思 笑气就是我们在看电影上 可能就是看牙科的时候 会让你吸一个东西 然后会嘻嘻哈哈的很开心 对这样的一个麻醉方式 可是那样的麻醉方式 因为病人会很嗨 变成说会动来动去 那牙科治疗是比较精致 有时候笑气会比较难去控制 病人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动作 所以舒眠是一个比较 最近来讲会比较方便 会比较效果比较好的一个 牙科的治疗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当然它毕竟还是 镇静麻醉的一种 所以我们还是很谨慎的希望 同时有麻醉医师跟牙医师 同时两位医师的一个 stand by 将会比较好 对 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些 病人是不适合的 还是有病人不适合做这种说明 哪一类的病人 包括说这个吃鸡蛋会过敏的 吃鸡蛋会过敏 绝对不太适合 因为吃鸡蛋过敏 我们发现它跟 这个舒眠的药物 过敏的机会会比较高 那另外就是可能孕妇就不太适合 对 然后其实高血压是可以适合的 因为它会让 怕它减张 它会放松反而放松反而是比较适合这样子的一个 舒眠的牙科的治疗 对 所以其实它算是不错啦 大概是现在民众来讲 害怕看牙的民众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对 不过我们说真的 因为看牙齿 当然我们都了解 从小到大就知道 看牙齿真的是有一点这个 不好的或者比较恐怖的 比较恐惧的经验 那但是呢你怎么样保持你牙口的健康 其实就是天天做好刷牙的动作嘛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刷牙呢 可能在谢医师他们的标准就会比较高一点 像我们想请教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谢医师 你平常的刷牙是怎么刷 然后在刷牙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同时得搭配牙线来使用呢 对 OK提到刷牙来讲 其实大家每天都会刷牙 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刷牙刷得很认真 跟刷干净是不同的事情 有个人刷得很认真 可是有时候他刷不干净 有的人刷得时间很短 他反而刷得很干净 那我们医师要求的是要他刷得干净 而不是要说每天都有刷 对 那刷得干净也有一些方法啦 包括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牙菌般显示剂的一个搭配 那你知道说哪些地方是刷干净 哪些地方是没有刷干净 没有刷干净呢 它的显示剂就显示出来红红的 那我们就把红红的部分刷干净就可以了 那另外让民众知道就是说 这个牙刷跟牙线是要同时都要使用的 因为牙刷是刷牙齿的表面 那牙缝的部分呢 牙刷是没有办法清得非常干净 所以一定要用牙线的一个来辅助 所以两个是必须同时进行的 了解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谢医师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我们希望了每个人都有一口 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完整的这个好牙 当然我们说建立怎么样的这个满口的好牙的观念呢 就是你一定要平常日常的刷牙做好 还有呢 不要害怕去看牙医师 非常感谢谢医师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